在娱乐圈中,有着很多其貌不扬的男艺人 他们的长相虽然看起来很普通 可是他们的家世却是非常显赫的 因此他们也在娱乐圈发展可以说是如鱼得水 现在小编就和大家说说这么一位明星 而这个人就是曾志伟了,他就是这样的一位男明星 曾志伟的父亲是香港警队的警长哦 交际而且还是十分广泛的,所以对于曾志伟来说 他在香港娱乐圈看来也是无人敢惹的 并且他还具有香港明星足球队创始人 香港演艺协会会长等等的多重身份 不知道的大家是否知道,曾志伟曾经有过三段婚姻 那就是在曾志伟19岁那年,曾志伟的父母就想让他结婚 当时曾志伟就和当时歌舞团里面最火的台柱子 王美华结婚 在婚后他们还生下了大女儿曾宝仪 曾宝仪的颜值可以说是遗传了母亲的 她看起来十分清秀漂亮 在那之后曾宝仪也随父亲曾志伟一样 就进入了娱乐圈里面,成为了娱乐圈的女演员 就在曾宝仪进入娱乐圈后 搭档陈坤出演《明阳花鼓》这部热播剧 曾宝仪凭这部剧在娱乐圈展露头角 再后来虽然曾宝仪在娱乐圈里的发展平平 可就是因为父亲是香港娱乐圈里的大佬曾志伟 因此曾宝仪主演了《麻辣婆媳》 《护三娘与矮角虎王英》等热播作品 并且还拿下了港台最受欢迎女演员奖 当时成为了父亲曾志伟的骄傲 如今的曾宝仪已经有46岁了 可是至今都还没有结婚 她曾经也有过三段恋情 最深刻的应该就是和皇子交的恋情了 只可惜的是 这段恋情还是没有走到最后 如今的曾宝仪经常和母亲王美华 一起吃饭逛街 可能是自身太优秀了吧 到现在还迟迟没有结婚 看来大女儿曾宝仪的婚姻大事 这让曾志伟十分头疼啊 谁要娶曾宝仪看来确实需要很大的勇气 毕竟曾宝仪这样的女神